吕博邦饮料炎炎夏日来一杯透心凉 这一款知名品牌紫色包装的芋头奶茶 喝起来奶香浓郁 还带点芋头香气 这两种经典完美结合 不过有民众表示这童年回忆 似乎在台湾已经很少见 实际区各大通路查看确实都买不到 但是网友发现这款饮料在韩国 其实随处可见一般的超商都能买得到 知情人士透露 因为连锁超商大卖场的上价费都比较贵 所以小众商品会把通路主力 放在一般杂货店等等 不过在韩国红透半边天的 还有这一款台湾老牌的葡萄鲜饼茶 葡萄搭配绿茶喝起来酸酸甜甜 在韩国以韩文包装上架 保留原版logo 被许多怀念台湾好滋味的当地人狂推 热水冲下去飘出阵阵奶香味 冲泡式奶茶随时来一杯好方便 没想到台湾奶茶也逆袭韩国 这款冲泡奶茶在2013年 因为一本韩国旅游书 让商品登上韩国观光客 来台必买的伴手礼 台湾好味道也让韩国人为之疯狂 三立新闻李维提供家鱼台被创造的 热水冲 öğr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